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头头们 论荒芸残暴有商兽王 论昏庸无能有周幽王 好像鲜有评价一个人流氓的 哪怕是真流氓的流胖 对比下面要说的这个人 那也只能算是小屋见大屋 在春秋时期有这么个家伙 满脑子阴谋和坏水 干的还都不是人事 搞不懂怎么就成为了一个 忍辱负重 卧薪尝胆的正能量形象 没错 这个坏东西名字叫勾剑 想当初吴越本来好好的 突然结仇了 还不是他干的 吴子虚借吴兵法楚 为他爹吴舍报仇 结果用力过猛 玩拖了 被楚国人借秦兵给怼了回来 勾剑一看 哎哟哼 机会来了 就在吴国边境寻衅滋事 汪和吕气不打一处来 你勾剑玩阴的是吧 立马带城管大队回访 勾剑当然知道 自己打打不过呀 那也得恶心恶心你 就弄来一群死刑犯 让他们朝吴军喊话 说自己这帮老爷们 都是越国士兵 打了败仗 没脸见人 今天蹬着敌人的面 自财谢罪 喊完就齐刷刷抹脖子 或有后世 燕照烈士慷慨 悲歌的急事感 吴国城管大队再厉害 也没见过这种流氓啊 都吓得腿肚子发软 勾剑这时 指挥大军瞎打一通 居然把吴国打败了 和吕重伤 死了 这货靠流氓战术赢了 趁吴国大桑 继续出兵耍流氓 结果吴国同仇敌忾 把他俘虏了 这货立马开始装孙子 安前马后 伺候吴王复差 复差病了 还自愿吃香 后来这损招一个接一个 送美女送财宝 烧带挑拨了一下 吴国的员工关系 怂恿薄皮 愣是把大英雄吴子虚 给弄死了 一年越国欠收 向吴国借种子 吴国很慷慨给了越国 到吴国欠收 向越国借种子 越国很慷慨地把 煮过一遍的种子 给吴国 结果没粮食吃 饿死了不少人 勾剑还大言不惭地说 是因为吴国土地 不适合种越国粮食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勾且偷生 二十年后 勾剑乘吴国远征 偷袭了一把 吴国亡了 说实话 吴国真是千古其冤 从头到尾到底招惹谁了 但这些流氓举动 都被勾迁的老铁犯理 看在眼里 攻城后 随便找个借口跑路了 跑路前 舍不得多年的好记友文仲 约他一起跑路 说大王这个人 只能共患难 不能同富贵 而文仲享受胜利的喜悦 哪肯挪屁股 果不其然 勾剑上台后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薄皮和文仲 给杀了 其实如果所有人 都懂什么叫flag的话 大概不会有这么多货事了 毕竟勾剑 不就是勾剑吗 所以历史告诉我们 千万不要相信 一个连祥都敢吃的人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黎视频 动力室栏目 黎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 请订阅黎视频